比南水北调还厉害的工程 可以直接从天上掉水 甚至连卫星都用上了 想让哪里下雨 哪里就可以下雨 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呢 国外专家直呼 这不可能实现 结果被啪啪打脸 我国这一全球开创性的基建项目 究竟是什么 又是怎样向天借水的呢 这个项目叫做天河工程 它可以从空中运输淡水资源 这项计划还可以实现从天上掉水 从而解决当地的干旱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我国的这项超级工程 众所周知 南水北调是一项立国立民的大工程 古有大雨治水 今有各种水利工程 可以说水资源的问题 一直是影响我国的难题 我们一直在与水资源做斗争 要知道我国的水资源分布 是十分不均匀的 我国北方的水源 只占全国水源的7%左右 但但是反而养育了 全国35%的居民 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匮乏 而南方降水相对充足 于是我国的专家就提出了这个想法 要是可以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北方水资源缺乏的情况 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于是就有了南水北调这一工程 南水北调缓解了 我国北方水资源的严重短缺 并且还优化了水资源配置 它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 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南水北调的方案提出之后 国外一片虚声 许多外国专家都说南水北调工程是吃人说梦 根本不可能建设完成 然而熊狮怎么可能理会蚂蚁的话语 其实他们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明明自己研究不出来 也见不得别人比它优秀 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国 但是我国还是依靠自己稳扎稳打的技术 一次又一次的刷新西方国家的知识认知 我们埋头苦干几十年赤资2500亿 成功完成了南水北调这一重大项目 成功解决了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 称南水北调为世纪工程都不为过 虽然我国建设了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不过向偏远地区输送水资源还是比较困难的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中国科学家选择从天上突破 李白有一句经典的诗词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隐藏在诗词中的这股豪气 如今在科技的帮助下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我国的天河工程 一旦实施成功 空中掉水可以高达50亿立方米 从天上就直接把水运到需要的地方 完全可以解决北方地区地表水资源短缺的困境 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创举 这个工程就是采用三江园区天然水晶输送方式 其实在天空对流层到大气边 曾有着稳定的水汽通道 天上的水汽就是在这里相互流通的 科学家把这个通道成为天河 其中的水汽含量与大气环流相关 要知道海洋到陆地的水汽流动 是整个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我国的气候主要是季风气候 一年之中有20万亿立方米的水汽 会从海洋奔向陆地 其中的一部分会分化成雨水 然后再由科学家用人工干预的手段 来实现不同地域的水资源调配 这听起来就像不像是人工降雨技术 但是两者却有所不同 庞大的空中作业体系不仅需要研究天空中的水汽 从河而来到哪里去 还有水汽含量是多少的问题 还需要研究这条天河的现状和过去水汽变化的规律 并且结合地表水温的变化和地表河流的水汽和生态环境 其实在我国这一想法刚提出来的时候 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及讨论 毕竟这可是从天上吊水这件事情 其他国家想都不敢想 而我国却打算这样做 这是全球唯一的人工天河吊水工程 它与人工降雨不同之处 是需要对一整片区域进行水汽的输送 在进行过一些研究和计算之后 改变大区域的水资源分布 然而水汽也并不是说有就有的 而这恰恰就是天河工程的意义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国的黄河淮河海河这三大流域的降水 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这就意味着 如果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那么有可能仅凭南水北调工程 并不能满足我国缺水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 那么我国是如何实现空中掉水的 这跟卫星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其实空中掉水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天河指的是大气边界层 到对流层这一区域内的水汽输送通道 如果采用人工干预的手段 将风水区的水汽给转移到缺水区 并且在适当的位置进行人工降雨 从而有效起到吊水的目的 于是2018年的时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式启动了 天河工程卫星的研制 我国每年的水汽总量大约为20万亿立方米 远大于降水总量和地面净流量 如果能把它很好地用起来 无异于是得到了一条天然的空中运河 想将水往哪调就往哪调 根据规划整个天河工程 实际上还包括了太空力量 那就是通过天河一号阻网卫星和地面系统 构建出一整个天地一体的空中水资源开发 与应用的总体作业格局 天河一号卫星配备了云河检测仪器 还有微波温湿度设备 以及降水检测雷达 可以及时地将大气中水汽数据 传输到地面工作台 并且还能够对自然天气进行提前检测 还可以把水汽情况随时反映在地面的监控站中 一旦检测到达成了降雨条件 就通知检测人员 这样的矿石工程自然引来了许多的猜疑 国外就有媒体报道 天河工程时 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气象控制工程 像之前我们都知道的河南山西暴雨 我们的天河一号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呢 当时灾难发生的时候 天河一号及时地进行数据分析 然后专家们及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 这样极大提高了当时救援的效率 天河工程其实是基于大气空间的跨区域的吊水模式 它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在大气层中存在的水汽 其原本稳定有趣的运输以及分布格局 在这之后对它进行人工技术的干预 此过程要和南水北调比的话 天河工程不仅极大的降低成本 而且可以保证水资源源源不断的输 还可以避免地面工程频发的意外事件 要实现这一技术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天河工程落成后将会大大降低技术难度 可以将河流上空的水汽全部引流到西部地区 之后再进行人工降雨 这样就可以一举改变西部地区长期干旱的局面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了 据相关专家估算 天河工程一旦成功实施 每年都可以给青藏高原的三江原增加降水25亿立方米 给齐连山增加降水2亿立方米 给查达木盆地增加的降水也有1.2亿立方米 而每年总吊水量更是高达50亿立方米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会觉得空中的水汽 不是应该非常不容易利用吗 其实大气中所存在的水汽 跟天空中更高区域存在的水汽是不同的 这两种水汽受局部气候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这项技术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怎么才能将水汽输送到各个地方 如果水汽输送到大气层中 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水汽运输就一定需要动力 而动力是来自全球的热力驱动 想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 经验和金钱 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研究和试错时间 但总的来说 天河工程仍然是我国提出的一项逆天基建工程 目前我国还在进行着天河工程的前期技术研发 这项工程也被列入到了青海省的135规划 并且确定为重点创新项目 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说天河工程预期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事实上 自从天河工程项目公开以后 受到了来自很多国家的质疑 质疑它的科学性 质疑它的可实施性等等 天河工程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工程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风险 但如果成功能够带给中国的益处 也是非常巨大的 所有技术在前期都需要充足的支持 才能开展 它的前景是十分好的 要是我国成功实施的话 那么就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再分配 相信在未来 我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 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